位于树林区的郡兴街 由三郡街一分为二 只是隔了一条马路 往新庄隆安街的街道上 全部都是采取LED灯 而另外一头往树林方向的 却还是旧式的水银灯 让住在树林这一头的民众 生气地表示 这根本就是大小眼的施工方式 同样都是树林区郡兴街 但是仔细瞧瞧 往新庄隆安路方向的街道 路灯用的全是LED灯 但隔条马路 路灯却还是旧式的水银灯 当地民众认为 施工单位是不是大小眼 你会觉得这样不一样 很不公平 本来就是很不公平 本来他们就要改一样的 你问我这样我是不会 会搞出这样的乌龙 其实是因为这条 有保安界一段 通到龙安路的树林三多 二号道路分歧施工 而当时往树林方向的部分 准备施工时 刚好换了包商 才造成路灯不一致 公务局承诺将会在近期 诚意改善 现在这样子啦 我们又请厂商要去 那个去订料啦 但是因为现在订料部分 可能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样那我尽量约 这礼拜跟厂商在谈这样的 把时间以下尽量的缩短 还在订料 现在就原则上 整个程序跟方向都已经确定 就是要改过来为 做警官的 整个做一致这样子 市府释出诚意改善 只是备料还需要 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要请民众多担待 只要仍过这段期间 以后俊兴街居民一抬头 就能够看见赏心悦目的美丽路灯 中江新北新闻 树林采访报导